外交本來就是 沒有什麼戰狼 你要說戰狼的話 美國的外交官才戰狼 你秦剛那邊一年半 從頭到尾沒見你 最久才戰狼 如果中國是戰狼的話 美國就是惡狼 加在你的頭上的 你要反覆回去 你要講得回去 你們這個外交才是戰狼 人家對你的侵犯 你用一種很和言悅色的方式 人家怎麼會停止侵犯 美國人現在這樣的態度 對中國外交官還是要 跟美國人溝通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些外交官 講法還是很中國式的 跟美國人的那個邏輯 對不在一起 是 他聽不懂啊 我覺得你講的是 給中國人聽的可以啦 講給美國人的話 美國人不是這樣 不是這種 美國是一種 是一種 你要拿力量出來的 你說服不太有用 就像把他打到趴掉就對了 他就是 他就是 這個英文就是 looking for a good fight 英國人很喜歡講 找架打 looking for a good fight 所以你基本上 你這種方式的話 就是說 美國人反而會得到不同的解讀 你怕我 你這麼固權大局 這沒什麼固權大局的 我上一次聽那個金燦榮講 他說美國人跟他講 美國人當面跟他講說 我這個核子武器可以毀滅你七次 嗯 金燦榮說 那又怎樣 我們核子武器 只能幫你毀滅一次 美國人就不講 他說不談這個問題 對啊 毀滅一次跟毀滅七次有差別嗎 對 那我會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啦今天中美關係 合則兩立 鬥則兩敗 誰不知道 如果美國認為是 美國也這樣認為 他之前很多事 他就不這樣做 對不對 他顯然有另外看法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中國式的思維跟 西方式的思維 是沒有交集的 中國人會覺得有道理啊 沒錯啊 對不對 那你說你要搞 你要講夏威夷的話 你就把夏威夷的那個國王 邀請到北京訪問一下 對不對 夏威夷的國王每天在complain 他國家被美國給滅了 對不對 所以要不然你就 你就寫一兩篇文章 你就針對夏威夷王國的歷史 對 你來表達一下意見嘛 來主持一下正義嘛 這個是西方人的方式 對 而且在西方人的講法上 你在講什麼多元文化 什麼文化共存 對不起 他不能接受 他的文 他基本上只有一個 一元價值的概念 就是自己的價值 對 所以你要跟他提的話 你要針對問題 用自己的邏輯去跟別人 別人邏輯根本交集不在一起 不過我覺得反正就是說 基本上 我覺得中國大陸應該 多去看看毛澤東的著作 毛澤東是在現實的 鬥爭環境裡面成長的 很現實 針對問題 你看毛澤東從來不太示弱 對 他都是革命到底 革命到底 你就看他在西方 受到多大的尊敬 對 沒有找中途妥協的 你是對的 我也是對的 大家就來對 對 那何況中國大陸現在實力這麼強 習近平這次講話 看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習近平講話 放得調子軟 你要看他是 現在他是 對什麼人講 他很清楚 對台灣的老百姓 他是兩岸同胞 對不對 那是非常清楚 那我覺得越是在這種時候 講得比較軟的時候 那我覺得以中國人 從我們的邏輯來講的話 好話先講 這是我們中國人邏輯 好話先講 後面 那就沒有了 先禮後兵 對 你今天朱鎔基 講得那麼狠的時候 事實上的話 那反而是 後面不會動手的那種感覺 你前面 是很 很 這個 很這個 看起來是非常 非常軟的調子 很善意的 很善意的 對 很善意的 對 那可是我是覺得後面的 後面的這個鬥爭的力量會很強 後面的鬥爭力量很強 只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外交其實你硬起來 你反而會讓軍隊比較有空間 你在你要 你本來你就是用 你就是用 刺手空拳去幹嘛 去阻止人家對你的更多 更進一步的這種侵犯 對不對 那你 你如果說 人家對你的侵犯 你用一種很 和顏悅色的方式 人家怎麼會停止侵犯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 這個唐朝司馬儀 對不對 獨自賀退 多少回賀賓 對不對 那他有那個 人家他有那個底氣 他敢用這個 敢用這種態度去面對 你這個數十萬強敵 對 所以外交本來就是 沒有什麼戰狼 外交你要說戰狼的話 美國的外交官才戰狼 美國的外交官才戰狼 他們今天怎麼對你秦剛的 你秦剛那邊一年半 Lincoln從頭到尾 沒見你 這就才戰狼 對不對 他們說美國 如果中國是戰狼的話 美國就是惡狼 很兇 更兇 美國人本來就是狼性很輕 對不對 人家加在你的頭上 你要反覆回去 你要講的回去 你們這個外交才是戰狼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在一個比較 兵凶戰危的時候 其實外交官應該要強硬到底 因為你是在阻止一場衝突的發生 已經是最後一道防線了 如果你不能夠用你的態度 顯現 對方可能要付出 極大代價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對方就會動手 對方就會動手 所以外交本來就是一個 蠻難打的一場戰 他是 我覺得就不是請客吃飯 如果都搞請客吃飯的話 那這行太好幹了 你那個身負重任 你雖然你不能夠 就是說代表多少的軍隊 可是你可以擺出一個架式 你背後有多少軍隊 人家要測試的是你的決心 是你的戰鬥意志 你能不能承受這個犧牲 這個是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在美國跟美國辦外交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大陸第一任的駐美大使 應該大家應該想 他姓財 財財澤民 你不要說他不講英文 他講中文 大部分中國人也沒聽懂 三西人 解放軍老幹部 對不對 將軍 人家每天去訪問他 每天想知道這財大使 腦袋想什麼 他沒什麼 就是講你就是美帝 就從頭到尾批你到底 美國人就在那邊注意聽 對 最後再換了一個大使去的時候 懂一點英文 美國人耳手稱信 對不對 這就是外交 外交是講權謀的 外交是講什麼 外交是 這是一場戰爭 對 你現在要講笑臉的話 碰到美國人 你碰到笑臉的話 美國人現在這樣態度對中國 中國還用對美國 對外交官還是要笑臉的話 正好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所以大使 那你覺得像這樣子的人事佈局 會代表未來更強硬嗎 還是會像這個過去一樣 我們用好好講好好講 我比較喜歡這個楊潔篪跟 王毅這一代的這個外交人員 楊潔篪當著面就給你上課 郭文哥講過好多次 他在做那個圖片 這才是一個 這個 以他的層級 為了他自己國家 應該有的表現 你的任人欺負到什麼時候 當面都已經 都已經這個鋪頭蓋面了 那你還要怎樣 美國擺的架式就是跟你 就是讓你難看了 所以我是覺得外交官不好幹 我覺得那個 這個 這個 王毅 秦剛在美國 我認為他受盡屈辱 他不要掩飾太平了 一個大國外交官從頭到尾 美國國務卿對他不理不睬 他要記取這個教訓 要知道 這個 要握心長膽 為了要怎麼把這個面子找回來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呢 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呢 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